本期继续越战序章之越南简史的话题 据说自从越族豪长曲成玉 趁机混到唐朝近海军揭露室 直至成为法国殖民地的故事 且说由先秦时期迁居此地的百岳人 这个越南人自称神龙氏之后 以及每当中原战乱 便跑过来一大群的中原士大夫街头 至唐末时期 这两个群体在互相交融之下 已经成长为焦州地区的主体封建贵族阶级 信软的信陈的云云 这个花费千年时间融合出来的独特地主群体 可和北面没事就换一茬的地主群体不一样 千年来只用换成都大鸡 自身稳如神木的他们逐渐产生了独立性 这些个本地豪族自从唐末时期 取得焦州地区的实际统治权之后 开始称王称帝 并且是实行了内地外王的政策 对这个中原政权主动称臣纳贡 请求策锋 换取安全保障 对自身所处的中南半岛 则是积极向西南扩撑 在努力摆脱中原王朝影响的同时 一直试图雄霸中南 实现立种意义上的一统天下 莫非这龙的子孙 到了哪都会有一颗霸王之心 后续这个宋平也改叫生龙城 这些个也就是今天的越南 有这个东南亚之龙外号的由来 且说中原大帝之上 唐朝灭亡之后便是五代十国 乱世在令 等到猛南郭卫 柴荣 赵匡义 一番拳打脚踢 终结乱世 建立大宋王朝 交址这块地方 越南史称十二史军之乱 也是刚刚结束 其实这个十二史军之乱 就是前面说的一群当地的封建地主 在唐朝末期正式脱离中年政权自立之后 为了争夺此地控制权 大打出手 一共十二家 终是陈地主家的打手 丁不领先生 站了出来 那为什么不是陈地主呢 换说 这位仁兄 听说这个陈地主家没儿子 便主动上前来充当养子 果然 没几年便继承了陈家家产和地盘 再是荡平交址 是为丁王扫十二和 建立了越南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 大丁 并且是马上向这个宋朝称臣纳贡 话说此时的北宋 是刚刚攻灭难堂 需要休整 而且这大宋自取君子 那出兵也得讲个正当理由 宋太祖便是封起交纸郡王 并给加上了安南都护 这个静海军节度时的头衔 只等正当理由一到 我就动手 很快的才五年公元980年 这正当理由便到了 丁布领让布甲给干掉的 一个姓黎的 算去了政权 宋朝这边呢 又臣子 侯宝人 几乎恢复汉唐故将 统一交纸的实际 到了 这会的宋朝皇帝 已经不是赵光义了 是赵光义 他呀 便是要帮助丁氏富位为民 发兵 白藤江之战就此爆发 此战的经过嘛 官史军在两宋风云时有过复原 便是不再过得赘述啊 总之 此战过后的大宋 荣获了一个记录 那就是 哪几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被越人政权正面击败的 中原大业同王朝 当然了 现在对于这个宋朝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业同王朝 有争论呢 但是这并不在 咱们本次的话题当中 此战过后啊 算是巩固了越人政权的独立性 后续双方又展开了多死交锋 期间呢 越人甚至一度攻入宋朝 破树州 死者几十余万了 到南宋的时候 取代离朝的离朝 已经是霍封 安南国王 彻底是成了藩帮啊 也是正式开始 作为一个国家般治理 那也就基本照搬呢 这个中原政权的制度啊 官职儒家科举云云 在后续的元朝 明朝时期 安南政权继续为了独立性 与中原王朝 进行了纠缠 蒙元时期期间是速度让蒙军 元军吃鞭 第二次交锋的时候啊 元朝主将缩度 甚至都是被打死在安南啊 于不是栗战 使得出境 大败之下 差点没全军覆没啊 这是 不仅由此 后续元朝在无奈之下 接受了安南的朝控 加以策锋 承认其的独立性账 安南啊 居然还是攻入元朝境内啊 屏幕上是一些原始 对安南侵入元朝疆域的记彩 在明朝时期期期间是有像宋朝一样 以福利救助为由 对这个安南霸起性功 且不同的是 取得胜利的东西 重新恢复了中原政权 对安南的直接统治 改交之郡 设三司 十五府 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未对当地具有离心心向的地主阶级 进行清洗 故此 明朝对于当地的统治并不牢固 实在 劫辖者古善之 大军俯欢 及病气为乱 东西争较 日不暇忌 当地地主跟民军打起了游戒战 民军后期只能依靠几个城市聚首 故此 这个统治只持续了21年 明朝私存之下 终还是恢复了东安南的范属关系 再来说说安南的领土过程 前面提到 这条中南小神龙的主要扩张方向是西南 话说 在现今越南版图的中南部 自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开始自古以来便是战族人的栖息地 汉朝史书中呢 称为灵异国 后来呢 是称战城 当然了 他们自己从来都管自己 叫做战婆 信奉 婆罗门将 是与越南北面这些 从中国来的移民完全不一样的民族 有着自己的文明 自越人政权独立诏 战城的噩梦便直到来 在其后的数百年岁月间呢 越人是不断向南扩张 自此 是经常能够在史书中看到 诸如 越人斩首三万级 秦者归国 冲田奴 所到之处 杀掠人畜待尽 这样的记载 没事啊 还抓个战城国王回去 逼得战城啊 只好向这个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啊 以求天朝看待都是天朝 藩属国的份上 居中调停 呦 在明朝的时候 越人再度大举难进 烧杀截掠啊 而且是又一次 把战城的国王给抓了啊 已经算不清是被抓的弟弟哥了 总之就是 今日战五成 明日战十成 战城王子啊 是自水路啊 渡海奔赴明朝 哭诉这个越人的种种行为啊 明宪宗当即是 施亚 要越人不得再欺凌战城 不然就要发兵啊 但是 连明朝土地都敢战的越人啊 照例只是口头应允 说着 乘奉明朝之命 土地人民细退还 但实际上啊 还是继续慢慢蚕食着战城 估计啊 是除了来自中原的压力之外 也是有着想仰着战城的想法 让其给中原王朝进攻的同时 还要给自己进攻 那生生的像个二房东啊 没事 还去卢点人回来 当奴隶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嘛 安南政权过的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啊 这清朝不像明朝那般 喜欢调停这个中南半岛的局势 这里要说一下啊 过去几百年前 安南不仅进攻战争 还积极的向西进攻老挝 一度是占据了一大片的区域啊 都打到湄公河了 那会儿啊 老挝也是明朝的小弟 是为老挝宣伟司 属于云南管辖的土司之一 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而且啊 是向明朝进攻最为积极的小弟之一 在明朝调停 以及老挝自己的努力之下 干掉越军一万多人啊 终时让安南退兵 收复了大片的领土 但是清朝对藩鼠国是一向不带上心的 你只要认他当大哥就行 别在外人面前拨自己的面子 就连朝鲜骂的是野人 那也是都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故此 这就给安南很大的发挥空间啊 这西面的邻居嘛 不带好对付 那就向南进发 故此 这段向南扩张的历史 被一些越南史书称为南进 新圣祖康熙32年 即公元1693年越人大举南进 将已经被赶到今天越南东南一带 苟延的战成国渔部一网打击 国王连带着王公后非臣子全部掳了回去 还活着的战族人啊 基本上是冲归天奴 文明古国战成 就此几乎是遭到了种族灭绝性的打击啊 到今天 越南境内有着十余万的战人 占越南人口的数百分之一 另外在柬埔寨还有十余万 是当年逃到那里的 说到柬埔寨呀 攻灭战城的安南 并未止步继续向南 向柬埔寨进军 并在与中部霸主 鲜罗的斗争当中 成功迫使柬埔寨将这个水真辣 割让给自己 即今天越南南部的 湄公河三角洲区 以及西贡地区 柬埔寨仅保留陆真辣 即现在的柬埔寨国土 就此啊 便是大致确立了 现代越南的国土 新嘉庆十年 1805年 时结束战乱对安南实行统治的软潮 豁明越南 自此开始了近代越南历史 而此时 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的爆发 欧洲殖民扩张 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传统的蔗糖 烟草 奴隶为主的旧时代 殖民贸易方式 已经不能满足西方世界 推翻封建专制统之后的新形式 工业革命的到来 资产阶级的掌权 人类社会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建立的新制度 在不到100年时间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 还要大 这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难以想见的财富 让人威之疯狂 革命的初衷变了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喊出的自由平等不爱的口号 被丢进了垃圾桶 资本主义 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 工业国家对棉花燃料 铁煤炭等工业原料的需求 取代了对消费品的需求 同时迫切的需要更大的国外市场 空间便成为了这场浪潮之下 最为宝贵的东西 首先实现资产阶级革命 工业革命的英国率先起跑 在这场夺取空间的新时代殖民主义浪潮中 巴得偷抽 紧接着便是攻占巴士的约 送这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比利时等国家紧随其后 当然了 这些国家来得太晚 只能捡因法挑剩下的 总之 资产阶级掌权之后 村生的野心 驾驭着工业革命 带来的尖船力炮 开向世界 在这场大潮当中 越南阮潮自然是没有能够信免 法国人来到了这里 以降维打击之势 在武力心理层面 击碎了阮潮政权的抵抗之心 成为了傀儡 法国指派总督直接统下 期间 自古不暇的宗主国大清 一直在法国人面前 刚不起来 连连退让 至十九世纪末 越南连通柬埔寨 老沃有了一个新名字 殖民地 发属印度吃那 隔着充当缓中区 久幸未被殖民的泰国 与英国人的殖民地 殷属印度 相望 在屏幕上 是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记述的 沦为法国殖民地后 越南的情况 里面还有这样一段引述 有些意思 法国人在以诸如自由平等不爱 之类的十八世纪革命口号 引以为号的同时 如何 还有如此一口号 大相近天的殖民主义行径呢 在诸如这样的声音当中 1890年 越南中部 伊安省 一个注定不凡的孩子 出生了 他叫 乱必成 世界在进步 在变革 正如美国人眼中的 越南战争所述 19世纪 走向巅峰的 欧洲殖民帝国 注定要在 二世纪 走向衰亡 世界大战 是英国 法国 比利时 在非洲 以及法国在印度 支那地区 殖民统治 走向衰亡的 转折点 世界大战 让老牌帝国主义的力量迅速衰弱 世界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迎来高潮 1944年 改名胡志明的 阮必成 回到了越南 也就此揭开了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群目 我们的故事也将正式开始 嗨 大家好 我是系列战役复盘作者 关世君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收藏 以及按下分享转发按钮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